快看 水里那是个什么 好像是一条小船呀 小船倒了 让我来帮帮他 看看这条船 怎么感觉这造型 好奇怪呀 这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 按一下 我去 他竟然还打人 红色的后面也有个按钮 这个好像不是船呀 一个呼呼小玩具 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看 蓝色的上面有个脑袋 但是这个红色的 怎么啥也没有啊 肯定是被人给拽下来了 找一找看看 能不能找得到 嗯 这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个大眼珠子 不对不对 这一面有一张脸 这不是眼珠子 发现没有 他俩竟然长得一样 其实发型有点 略微不同 这应该就是他的脑袋了 但是 还少一个是弹簧呢 刚才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找找找附近 能不能找到弹簧 好像是要让我失望了 但是问题不大 再来下游找一找 看 还是被我找到了 可是 怎么给他装上 是一个难题啊 这里面有三个凸起 肯定是需要把弹簧卡在里面 哎 听声音 又该是卡进去一个了 又卡进去一个 好了 拽都拽不下来 现在再把弹簧 安装在这上面 同样的操作 咔咔就给装上了 我还以为很难装呢 没想到这么简单 让他俩呼一次试试 看这个红色的 打着别人的同时 顺便把自己都打了 这确实是狠人啊 脑袋都被自己给打歪了 如果中过来 把它放在这里 你们说 我的左手厉害 还是右手厉害 右手率先攻击 打得很丝滑 向他左手攻击 嗯 脑袋怎么跑前面去了 蓝色的是用杵子攻击 红色的竟然用脑袋攻击 我这么大的人 不适合玩他 还是送给我的小粉丝们玩吧